Hello 大家好 这是一期读书笔记分享 这本书的书名总让我觉得很激荡 所以下载了很久之后才漫不经心地打开看 结果一下就被作者的超级自律吸引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坚持了七年的日程安排 大概是这样的 每年出版三本书 每天更新他的网络杂志 YouTube和Facebook还有博客 每个月有时间读20多本书 还能举行三到两场研讨会或者演讲活动 而且作者39岁的时候还去美国留学了三年 我顿时就又被激励到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从书中学到的时间管理方法 我在这本书中最大的收获 可以说是分类的方法 具体做法是先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专注时间 第二类是非专注时间 专注时间就是指我们比较容易专注 或者比较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的时间段 而非专注时间就相反 比如对很多人来说 早上就属于专注时间 而下午或者晚上就偏向非专注时间 接下来再把一天的工作分为 专注性工作和非专注性工作 专注性工作就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高度用脑工作 而非专注性工作 而非专注性工作就是相反 比如写作就属于专注性工作 回复信息就属于非专注性工作 我们要做的就是 在专注时间只做专注性工作 非专注工作就放在非专注时间来完成 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一天的效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其实就是把最难的 最不想做的工作放在早上来完成 比如说写作 写脚本呀 写报告等等 这样我们的一天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因为剩下的任务都是简单的 很容易的 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那刚刚说的都是关于工作和时间的分类 接下来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分类 那就是把娱乐活动分为主动性娱乐和被动性娱乐 主动性工作就是指一些能够又能让我们思考 又能让我们放松的活动 比如说阅读或者下棋 而像看电视呀或者简单的游戏 就属于被动性娱乐 被动性娱乐会降低我们的注意力 而主动性娱乐不仅可以提升专注力 也能让我们增长知识 所以在非专注时间 有意识的增加一些主动性娱乐 就可以让我们实现在娱乐的同时 不知不觉的提升自己 除了以上两个方法 书中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小技巧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 作者的文字读起来 会感觉像是在听一位词 想用细心的大爷 细心教导的感觉 让人很轻松也很亲切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 哈喽大家好 这是一期读书笔记分享 这本书的书名总让我觉得很激烫 所以下载了很久之后 才漫不经心的打开看 结果一下就被作者的超级自律吸引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他坚持了七年的日程安排 大概是这样的 每年出版三本书 每天更新他的网络杂志 YouTube和Facebook还有博客 每个月有时间读二十多本书 还能举行三到两场研讨会或者演讲活动 而且坐着39岁的时候还去美国留学了三年 我顿时就又被激励到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从书中学到的时间管理方法 我在这本书中最大的收获可以说是分类的方法 具体做法是先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专注时间 第二类是非专注时间 专注时间就是指我们比较容易专注 或者比较容易进入心流状态的时间段 而非专注时间就相反 比如对很多人来说早上就属于专注时间 而下午或者晚上就偏向非专注时间 接下来再把一天的工作分为专注性工作和非专注性工作 专注性工作就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高度用脑工作 而非专注性工作就是相反 比如写作就属于专注性工作 回复信息就属于非专注性工作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专注时间只做专注性工作 非专注工作就放在非专注时间来完成 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一天的效率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其实就是把最难的最不想做的工作放在早上来完成 比如说写作写脚本呀写报告等等 这样我们的一天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因为剩下的任务都是简单的很容易的 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 那刚刚说的都是关于工作和时间的分类 接下来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分类 那就是把娱乐活动分为主动性娱乐和被动性娱乐 主动性工作就是指一些能够又能让我们思考 又能让我们放松的活动 比如说阅读或者下棋 而像看电视呀或者简单的游戏就属于被动性娱乐 被动性娱乐会降低我们的注意力 而主动性娱乐不仅可以提升专注力 也能让我们增长知识 所以在非专注时间 有意识地增加一些主动性娱乐 就可以让我们实现在娱乐的同时 不知不觉地提升自己 除了以上两个方法 书中还有很多有趣好玩的小技巧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看 作者的文字读起来 会感觉像是在听一位词 想用悉心的大爷悉心教导的感觉 让人很轻松也很亲切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见 感谢观看 赛臾